目前四大公投案在過關 在沒有過關之後 對於日本福島食品 這個部分是不是政府 其實打算開放這個時間 會更提前 那今天相關部會首長 怎麼說 來看下面VCR 四大公投結束後 日本各大媒體聚焦反萊豬公投 認為可能牽動福島食品解禁 進而影響臺灣未來申請加入CPTPP進度 經濟部長王美花坦言 日本很關切福島 五線式食品是否開放 會參照科學依據國際標準 外傳農委會預計在農曆年前 參照韓國模式先開放部分的農產品 而菇類水產類佔不開放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否認 說遭到斷章取義 你主張開放 同意開放福縣 福島縣的這個農產品 但是禁止它的漁產品 我沒有說要所謂的開放 這個福島 五線的這樣的一個食品 那只有水產品排除 例外是因為有媒體在問 韓國的案例 陳吉仲表示 二零一年三月十一號 福島核災事件後 臺灣禁止福島周邊五線式 九大類的食品書台 這十年來只看特定的食品 特定的縣市 卻不看食品的輻射殘留量 目前全面禁止日本福島 五線式食品的國家 只剩中國和臺灣 恐不符合CPTPP的國際貿易規定 外交部長吳釗燮表示 目前能進口到臺灣的食物 一定都沒有受到污染 至於是否涉及CPTPP入會條件 他說臺灣也一直都在和日本接觸 但還沒有正式再談 也沒有時間表 記者黃略成 柏玉台北報導 為您介紹下半場的兩位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中央大學 經濟系教授邱駿榮 邱老師 美濫好 大家好 是 也要歡迎科學月刊 編輯委員廖英凱 大家好 是 我們來看一下 針對這個日本福島食品 是不是可能在近期 就開放得更寬鬆了 來看一下今天相關部會首長 怎麼說 經濟部長王美花 說明年第一季會開放嗎 他目前沒有收到這樣的訊息 日本福島五線式食品 一直是日本關切的議題 臺灣如果就CPTPP跟日本交涉時 日本一定會提出來的 那農委會主委陳其中說 核食是被污名化的議題 應該回歸科學數據 只要有輻射殘留 不管日本國內市場或國際市場 本來就不會流通 目前以食品所在位置規範 不符合CPTPP國際貿易規定 衛福部次長他表示 福島輻射未超標的食品 當然可以談 但沒有說一定要開放 所有日本進口的食品產地標示 都會標示都道府縣 若未來真的開放 衛福部的目標呢 是逐批查核 首先請問一下邱老師 這個看起來這個風向球好像是開放 只是時間的早晚 因為這個壓力很大 當然是 甚至我都覺得應該這個事情 部長都太客氣了 但這個東西 因為CPTPP明年就要開會 我們已經遞薦申請了 那就像大家預期的 這個東西一定會變成 我們加入CPTPP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關卡 所以反而這個政府 在這個事情上面 如果CPTPP 真的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那這個事情 不是說我現在沒有收到訊息 這樣子 是應該積極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的確是這樣 那我剛剛看到這個 今天大家還是對核食兩個字 有很大的疑慮 我想這個難免 因為在臺灣 好像我們都特別嬌貴 什麼東西都要把關到 什麼完全零殘留 那我想這個也不符合 這個國際一般的規範 那到底是不是核食 那其實任何 我們說任何的食品 除非你是真的是標準到 或這個所謂的有機食品 要不然你各式各樣的殘留物 一定都會有 那我們在開放這個食品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說你說它是核食 我說它不是核食 那總是有一個標準 那我們要去跟人家玩 經貿的遊戲 那這個標準定在什麼地方 你覺得太高 我覺得太低 那我們可以談 但是不是說 那只要聽到這個日本輔導食品 我們就一概的這個說 它這個是不符合規定 那我們就不進口了 甚至譬如說 我們講就講CBTPP好了 CBTPP裡頭 事實上對它事實上是對這個 所謂的核災是有規範的 所謂規範就是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 遇到核災的時候 難免會有這種斷然的處置 這個暫時不能用這個核區的食品 但是CBTPP也規範 你在半年以後 就要用科學數據來檢證 你當初半年前的這個 所謂的這麼 這個絕對的 這個禁制措施 是不是合理 但是我們這個 已經十幾年了 我們就把它 這個放一個核實之後 我們就從來不管它了 反正貼了標籤以後 反正可能十年 二十年 我都不要再碰這個地方 我想這個東西 無論是不是談經貿 本身它就有不合理的地方 那更何況 我們現在要這個玩 這個國際經貿的遊戲 那在萊豬之後 大家也知道 包含食品安全 跟這個國際經貿的規範 他其實是沒有辦法分開的 那現在大家對這個意思 也比較清楚一些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大家吵個不停 那總是要有一個 判斷的依據 那這個判斷依據 怎麼樣來做 我覺得現在是要積極處理 才對的 那麼就英凱來看 就是說政府目前 其實不太敢講 就是也說 目前沒有開放的時間 但是也說 這個是隱約 就是會做的 那目前您就 就您來看 日本福島食品 是不是臺灣真的太嚴了 我覺得可以先呼應 剛剛老師其實有特別提到 就是這個東西 一百百的十年 好像有點奇怪 但其實這剛好可以跟 先從輻射的特性來談 百十年說奇怪 也並不太算奇怪 我想要先從幾個簡單的地圖 幫大家可能快速回顧一下 今天的日本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看到的這八張圖 是福島核災發生第一個月 到第四十二 到第四十二個月 二零一四年的狀況 所以你大概看看顏色 會感覺到一開始紅色很多 很嚴重 隨著時間 輻射會 輻射裡面的核種 他會衰退 所以 所以他的輻射量一定會越來越低 所以無論如何 以科學來看 輻射食品這件事情 你總有一天會開放 只是我們必須去想 到底是什麼時候 也許十年 也許二十年 也許一百年 但是這些事情 其實是可以再被計算的 那這個是去年十月份 他們日本一年會做一次 去年十月份的 的這個當地的空間劑量 空間中的的輻射的量 那你其實會注意到 我們平 我們今天在討論的 比方說福島 OK 他看起來是很嚴重 但福島臨近 福島底下四個線 這個什麼支撐 人去罵千葉 這幾個線的的輻射 其實已經跟一般的環境 是差不多的了 所以如果今天政府 想要抱持著說 好吧 如果這幾個地方的環境 已經回復到了正常的 的安全的值 標準值 那我們來討論 這裡的食品要不要進口 那當然聽起來 這個就是這個主張 就聽起來其實是合理的 但我覺得 那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我們雖然過去都在談 就是這四個線 再加上福島這五個線 那但是我其實也覺得 政府在談這些政策的時候 他其實有必要讓大家買食品 是買得心安的 理論上講 我們不應該買食品 然後還要一直去盯著產地 盯著上面的標示 最好是可以很心安的 買就沒事 而剛剛好在過去的研究 在石藥署委託江志剛教授 台大江志剛教授 其實就發現 就算不是福島附近的四個線 例如在離福島線 北邊很遠的岩手線 也一樣有輻射殘留的問題 所以不管政府今天決定要開放 或是要決定要修法 我覺得我們需要先知道的一件事情是 過去延續很多年的那四加一個線的 地區的管制方式 他並不是對降低食品的風險 最有效的方法 是 我們或許來看一下 目前各國在處理所謂的 日本這個福島相關食品的 一個狀況 都有調整 那禁止日本核食進口 是在二零一一年三一大地震之後 那當時五十五個國家 隨即禁止了相關縣市的食品進口 但是後來就是各國 逐漸地解除進口的禁令 那檢驗食品中放射性的物質 是根據半衰期的數據 來判定食品的風險 所以陸續取消以線為單位的管制 限制有風險的食品 那目前仍有十四國 是採取管制措施 那有三國是禁止進口 這三國裡面 臺灣跟中國是全面禁止進口 南韓是禁止福島八線的水產品進口 那美國呢 他是曾經限制日本十四線 一百項的農產品進口 那但是他在今年的九月 就全面開放日本的食品進口 那歐盟是曾經要求特定地區 特定食品需付輻射檢驗證明 不過是從二零二一年 也是今年的十月開始 就是日本食品不再需要付輻射檢驗證明了 所以請問一下邱老師 就是說我們在看各國的調整 看起來臺灣是把關的 非常的嚴 那如果說因為臺灣的民族 臺灣的民眾 其實對於這個食品的安全 是非常的在意的 所以假設真的政府要開放逐步開放 我們會建議什麼樣的模式 好 其實你要要求到無限上綱的 這個食品安全都是可以的 那哪怕是一丁點的農業殘留 都不允許也是可以的 那其實這個說穿的話 從經濟學的角度 他是一個選擇的問題 那我們要不要接受一個 大家公認的這個國際規範 那所以我們就這個有兩個 這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願不願意去開放 有一個標準 用一個設定 一個標準來開放的 這件事情 還是說我們只要是 他只要是日本的福島地區 我們通通都不開放 如果是第一個原則 我想那個是非常悲哀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採取一個 跟國際非常非常不同的做法 那因此我們也沒有辦法 在國際間跟人家玩 公平的經貿遊戲 那比較合理的應該是說 那所有的食品都一樣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 要有一個把關的標準 那這個標準 就像剛剛明蘭講的 過去曾經有人是用地區別 來規範 但是這個時代 這個這個趨勢已經過去了 大家現在比較用的 就是你用這個食品裡面的 輻射的殘留值來規範 那我想這個應該是 大家可以接受的事情 那我們看到今天 這個政府也宣誓 這件事情 包含原委會都出來宣誓了 他說對日本進口的食品 他一定會嚴格把關 所以如果我們如果在第一階段 就選擇說好 那我們要跟國際間玩一個公平的遊戲 我們就用一個標準 來談這件事情 那只要是在容許之以內的 那政府在嚴格把關之後 可以進口 就像剛剛英凱講的 那這個我們就可以持著安心 我們用跟國際一樣的標準 來做這個事情 那我想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標準怎麼定 那標準怎麼定 那其實我們看到了第一種做法 就是我們跟日本雙方談 那雙方談這個東西 其實看起來很簡單 事實上反而很困難 就我們說的 你的殘留值的標準是要多高 他可能覺得不用那麼高 但是我們覺得可能要很高 所以雙邊來談這個標準的問題 恐怕相對來講 還是比較麻煩的事情 那現在我們要談這個輔導食品 最關鍵的就是 我們想要加入CBTPP 那CBTPP不是只有日本 他有十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現在要加入CBTPP 恐怕不是只有跟日本談的問題而已 如果這個CBTPP的其他成員國 用他的這個 大家公認的這個規範 他覺得在這樣的 這個規範之下 是可以進口的 對我們來講 如果要加入CBTPP 可能沒有選擇 就是接受這個規範 那從某個角度來講 這樣反而是簡單的事情 雙邊反而是難的事情 我要高 你要低 大家這個喊書雲 其實反而不容易 那如果現在存在一個 大家相對客觀的標準 在這個地方 剩下我們自己的問題 我們要不要接受這個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標準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處理方式 那可是目前政府的說法是說 我們還沒有真的要開放 所以這個討論就沒有了 就是說 如果未來假設要調整 那調整的方向怎麼做 是地區還是逐步 還是哪一些產品要特別的把關 那英凱會怎麼建議呢 在上一次 就上一波公投之前的時候 那個時候 對那個時候討論的比較主流 其實是跟品項有關 像剛剛給大家看 這個北邊的岩手線 故意先嚇嚇大家 那會發現 他被驗出有超標的 比方說鮭魚 鹿肉 山鳥肉 香菇 所以你看剛剛有一些國家 是禁止水產品 有些國家就是會有開放 一些特定的品項 這是有道理的 那原因是因為 在過去的日本的 當地的調查 就發現像野生動物 和水產品 他特別容易 就是因為我們不太能夠 掌握他吃什麼 所以他的確 比較容易超標 那菇類是因為他這個 就是這種物種的特性 比較容易吸收輻射 但因為時間 也過了比較多年 所以現在變成是說 要用就是直接量 這些食品中的輻射來看 那這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如果要這麼做的話 他就會取決於 我們是否有足夠的 可能檢驗的機器人力 然後以及 就是不會訂到 太奇怪的誤差值 那才能夠確保說 檢驗進來 可能竹皮抽驗 等等進來的食品 都會是符合 我們我們所需要的標準 是 我們要來看一下 就是針對這個 後續這個福島 核電廠 相關的核廢水 其實過去這 這麼多年來 這核廢水是越儲越多 那他們所做的 儲水槽也不夠用了 所以現在就是說 已經跟相關的機關申請說 那是不是建一個 海底隧道 就把這些核廢水 逐批的把它 就是流入這個海水 那根據日本的說法是說 他們排出來會針對 這裡面的這個相關的 輻射值會訂更嚴格的標準 那目前進度到哪裡 來看下面的VCR 東京電力公司 預計二零二三年四月 將福島核電廠 近一百三十萬 兌核廢水 經由一公里的海底隧道 排入太平洋 儘管國際權威機構支持 但不只鄰近的 中國跟韓國高度關切 相關計畫進度 福島大部分的軍民 對此也不能接受 海洋放出 最高的整理方法 已經很激烈了 人間而不是 生物全的 那樣的 考慮 這些核廢水 儲存於巨大廢水槽中 相當於五百座 奧運游泳標準池 每年耗資一千億日元 相當於兩百四十五億台幣 而且已經快裝滿 我們為了 實施計畫 改變日間申請 日本東京電力公司二十一號 正式向日本原子能 歸制委員會 提交福島核廢水排海計畫 申請建造海底隧道 以利排放 儘管放射性污染 可去除 但放射性氫同位素穿 卻不行 專家表示 只有在巨量的情況下 才會危害到人體 此外根據計畫 核廢水會稀釋到 世界衛生組織 訂定飲用水 輻射安全標準的七分之一 才放流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指出 福島和電廠含穿 核廢水如果每天連續排放 最快只需要一年半 就可能向南影響到 臺灣外海 如果連續排放一年 核廢水能沿黑潮延伸向東 影響到北太平洋中央 連續排放四年後 會影響到北美洲西岸 七年後 整個北太平洋都會受影響 公視新聞 黃沛麗畢 目前相關的這個排放核廢水的 這個相關的說法是說 就是呢 這個廢水能夠去除 放射性的污染 但是其中有一個 就是川是無法去除的 那根據他們的說法是說 川是氫的放射性同位素 所以半衰期是十二點三年 那自然界跟人體中 都是存在的 那所以呢二零二一年 四月十三號的時候 日本政府是決定采用 這種海洋排放 那預計要花三十年來完成 那同樣的呢 十二月二十一號呢 東電公司就向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 提出了申請 那把核廢水要處理稀釋 經由海底隧道排入一公里進海水下十二公尺處 那經過審查大概六個月呢 海底隧道工程大概要十個月 所以呢是預計二零二三年的春天開始排放 那日本的跟國際原子能機構也合作 要把這個核廢水處理的方法評估為技術上可行 那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是認定說 這個處理後排放的寒川核廢水 不是有害污染 請問一下英凱就是我們在看這個日本政府要處理 這邊核廢水 因為大家也有說為什麼要排入海裡 那為什麼不要這個流入空氣 那空氣中有人說 那這反而吸到了更更危險 那排入好水好像是透過西市 會相對的安全一點 也許可以先從這次的這個主要的元素 穿這件事情來談及 因為放射核種有很多 有一些特別恐怖 例如像日本核石過去 很擔心會有絲 醫生最怕 因為他那個會固定到骨頭之中 然後就很多你就永遠不離開的 存在 然後存在這個整個核災 最多是色 所以我們今天在看這些 這個輻射食品的時候 主要就是去量色 那相較之下 只能說這些核種相較之下 川真的是他的他的影響 他的傷害力是相對他相對最小的 那同時之間又為了擔心 不要這個一排出去之後 然後突然間整個生態就毀掉 所以日本的方法是 他就是他把他的排放的 這個就是西市城的 原本法規值的好像七分之一 然後所以才會說需要花很多 很多年的時間排完 所以他們的邏輯 大概就是如果我排非常 非常低劑量的這些 這個含輻射的 含穿的這些廢水到大海之中 由於他的劑量很低 然後會快速地被 就是被整個大海稀釋 那麼可預期就算是碰到生物圈的 這些生物的變異 應該也不會有 我們可能可以觀察到 或是需要擔心的 所以這是他們的官方說法 是 所以老師我們再看這個日本在處理相關的這個 比如說核廢水 還有現在則這個相關的這個福島地區周邊的縣市的食品 我們會覺得其實日本已經重拾國際社會 對他在處理這件事情上的這個信心 是 我想這個東西都是國際非常關心的事情 特別是跟人命健康相關的事情 所以無論是食品也好 或者這個是廢水也好 那他會對自然或是對健康產生什麼影響 我想這個都不是日本可以片面決定的事情 那營酒 通常會引起很大的紛爭 那我們看到廢水的情況是這樣 其實食品的這個情況大概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是比較樂觀的看待 就是這次這個萊豬公投以後 大家比較能夠把所謂的食品安全 對健康的影響 還有這個國際經貿的這個遊戲規則 過去我們都是把它分開來看 現在大家比較能夠有邏輯性 有因果關係的整體來看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現在的情況 其實當然到現在為止 我們對這個食品或者是對廢水 其實都很容易有一個比較直觀性的 比較直覺性的 反正他就是不好 好 那他就是不好 所以你就不能任意處理 那那我們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他如果廢水不這樣處理 那他該怎麼處理 好 他永遠放在那個地方 可能也不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所以我們常常講 很多的問題 只有相對好 沒有絕對好 你就是一個兩害相權取其心的方式 人生在世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那對食品的問題其實也是這樣 我們在看這個食品問題的時候 哇 國內大家現在還紛爭不斷 那只要講到輔導食品 就馬上貼個核實的標籤 那到底要不要開放 那我們總是得談嘛 這個東西也不能就像剛英凱講的 你也不可能一輩子不開放嘛 那開放那總是要有原則來談這個事情 那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可以談的原則 第一個當然就是健康 好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 我們看到的所謂的科學證據的問題 那第三個就是國際規範的問題 好 那所有的問題 你總要有一個談的基礎 即使是國內都好 好 無論是執政黨 在野黨 或者是各界關心這個問題的人 到底要不要開放 除非我們就把核實貼上去 以後 我們再一輩子再也不談這件事情 如果他有可能開放 這個是我們可能的選項的話 那當然就是這三個原則 是不是從健康的原則來談 從科學證據來談 從國際規範來談 那我們要做一個在國際社會上面 跟大家平起平坐玩公平遊戲的 那我們大概這個三個原則 就是必須要遵循 那日本在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也是用類似的原則來處理 所以我們就說 在我們面對這個國際情況的時候 無論是這個核廢水的問題 或者是食品的問題 我想將來我們在國際間應該都要用一個比較負責任的態度 跟大家一樣的標準來關心這個問題 我想這個是比較好的處理方式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臺灣 就是有關於就是目前我們在食品 日本食品輸入輻射容許量的合格的部分 我們過去的處理方式 那我們從二零一一年開始 是就是禁止福島等 五線式的食品進口 那其他地區九大類的輸臺食品 是逐批的查驗輻射的殘留值 那從二零一五年開始 輸臺食品要減負產地證明 那特定地區的特定食品 要減負輻射檢測證明 那二零一六年的八月 是組團到日本去考察 食品輻射安全的管制情形 然後二零一六年有向立法院 這案報告舉辦了十三場的宮廷會 那認為我們的標準是從嚴認定了 所以二零一二年四月開始的輸入食品 必須同時符合臺日雙方的容許量 然後二零一六年又下修我國容許量的標準 也增訂了飲料及包裝水的標準 那二零一一年三月到二零二一一年的十月 檢驗了十七萬筆的這個相關的食品 其中有兩百三十二件是微量的輻射 但是都沒有超標 那我也想請問一下邱老師 大家會說好 那我們就根據科學證據 我們就放寬日本輔導食品的進口 但是這個CPTPP 我們就能夠很快的進入了嗎 好 我想還是兩件事情 就是跟萊豬一樣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進入的必要條件 是一個必要的門檻 那CPTPP當然不會 因為我們開放這個日本的輔導食品 就順利的加入 因為CPTPP 我們知道他規範非常嚴格 他有三十張 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的勞動條件 是不是符合了 我們其他的環境標準 是不是符合了 我們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是不是符合了 大家每一項都要看的 但是可能其中有一項不符合 我們就沒有辦法進去 所以我們說要加入CPTPP的充分條件 是很多的 所以我們還有很多的努力 必須要去達成 才有可能加入 但是你不能說 所以我們只要改善了其中一項 就可以加入 我想絕對沒有這樣的道理 但是的確這件事情 這個日本輔導食品開放 是日本多年來非常非常關心的事情 事實上不只CPTPP 我們過去有很多的經驗 其實對臺灣來講 我們到日本去參訪的時候 日本的國會議員 其實都對我們非常好 很願意跟我們簽 自由貿易協定 即使是臺灣跟日本 但是他們有一個條 就他們講得非常明白 就是兩個條件 第一個 日本要跟臺灣簽 這個自由貿易協定 第一個前提是 美國要先簽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一定會遭受 中國抗議 天塌下來 要有高的人頂著 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件事情 就是輔導食品的開放 所以哪怕就只是日本跟臺灣的自由貿易協定 日本人對這個事情都看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更何況現在是有十一個成員國 由日本來主導的CPTPP 我想這個東西 其實不只是暗示了 對日本來講 他其實都已經是民視了 所以我們如果不接受大家公認的這個國際規範來做這件事情的話 恐怕我們加入CPTPP 其實是會非常困難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現在政府其實不應該打這個模糊仗 因為我們過去 其實包含美足美牛的進口 就是這樣子 但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 包含國民黨 包含民進黨都心知肚明 美足美牛的問題不解決 臺美經貿一定沒有辦法解決 但是大家都把它分開處理 大家都不敢去清洗 那個所謂潘朵拉的盒子 所以就把它一直延宕 一直延宕 到最後終於不得不處理 來個公投 解決了這個問題 現在我看到的情況 如果大家不積極處理 又回到萊豬的那個這樣的氛圍下面去 那這個對臺灣長期來講 其實沒有什麼好處 要開放不開放 其實總是要做個決定 那即使你不開放也好 但是你總不能把這個事情一直延宕在那邊 五年十年 然後讓大家受到這個問題的凌遲 那如果我們就做好心理準備 那我們就用高標準 然後我們不進口 那其他的事情 然後我們就承受 就不要再談這個問題 我覺得對臺灣的社會來講 可能最糟糕的就是霍西民 不應該霍西民 應該要這個勇敢的面對 那個人質的決定